Yo what's up 今天我们会驾驶这辆凯迪拉克Lyric 来试一下它全新的Super Cruise驾驶辅助系统 我们将在上海到苏州往返的入车当中去体验一下 这套系统到底苏不Super 它在Cruise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体验 话不多说我们上车 经过一段的城市当中的如行 我们终于是走上了高速的 但其实在上高速之前我们那段如行当中 这台凯迪拉克Lyric标配的新一代Super Cruise系统 实际上是有一个类似LCC的一个功能 这个东西叫Holka 整个操作过程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方向盘左侧的这个定速巡航set按钮 你按一下就可以让车辆自动进入一个自适应巡航的状态 并且可以非常稳健的把车辆保持在车道的中央 刚刚我们试了一下 在一个比较繁忙的下午 这辆车在处理车流当中的变速啊 包括车道居中能力 包括应对车辆突然牵入车道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还是比较从容的 当然了这次Super Cruise系统的迭代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新加入了一个指令变道和自动变道的功能 是在高速公路上 当前的状况在整套这个Super Cruise激活的状态下 可以看到方向盘的上方 现在是蓝色在闪烁 它完全激活的时候是这样的绿色 这套系统可以通过车辆周身的数个毫米温雷达 来监控道路上的信息 包括后方的来车 侧向的来车 以及前方的车距离的车距 这样综合几个感知元件 再加上摄像头的帮助 可以轻松的判断出 这辆车当前的所处 道路上的位置是否有变道的空间 就比如我现在在最右车车道巡航 后方我的侧面 缓缓使来了一辆车回车辆 这样的话 它一方面是可以在后视镜上显示你对方来车 然后在方向盘上并不会显示一个变道的世界 当这辆车过去的时候 一把盘上会显示一个自动变道的图标 这时候车辆会为你打开左转向灯 车辆会比较从容的跟上前方的车流 而且值得一提是整个加速和变道的过程 力道非常的柔和顺滑 整套系统的体感非常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老司机 而且我刚刚说到这套系统它的顺滑程度 其实是媲美训练有素的老司机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它对变道时机的掌握 尤其是前后车距的把控 平常开车的时候是会相对有些激进的跟车距离 包括变道时机方面会拿那些 相对来讲接近极限一点 可能在一些比较注重安全的驾驶员看来 比如说我爸看来就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这辆凯利亚克Lyric 可能它的变道时机的处理 也就比我稍微领先一点 就是在效率跟安全中间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 在这套Super Cools系统 即将开启自动变道 或者说遇到危险需要退出的时候 而且在这个版本的Super Cools系统当中 它的DMS驾驶员监测系统 就是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这套东西其实新加入一个眼球的最终 这样的话可以对驾驶者的整个精神状态 不仅是精神状态 就是它注意力的状态 有一个更好的监测 就比如如果我低下头玩手机的话 就是大概10秒15秒钟 基本上就会给你一个反馈 提示这套系统会进行一个退出 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提升安全性的 当然试验这套系统的极限 我十分不建议大家在公共道路上去进行 如果大家能找到封闭场地的话 还是可以体验一下 毕竟现在我们在马路上行驶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非常安全地抵达了 这次行程的终点 虽然路程不长 但是还是可以完整地体验到 整套supercruise系统 在高速上面非常良好的工作状态 它给人带来的是一种非常轻松 非常愉悦的长途驾驶体验 我相信在非常长距离的旅行当中 它是可以给到人们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super的cruise体验 按照底特律的标准 这辆车是合格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